我国失去一名重量级艺术大师 书法家潘寿老先生下午病逝 上个月30号入院接受血液检查 第二天便进入特护病房 这两天因为肺炎时病情恶化 医生今天抢救无效 潘老一下妻子和一对儿女 他的葬礼将在星期五早上十点半 潘寿称得上是新加坡国宝级书法艺术大师 文学和古诗词造语深厚 在国内外备受崇敬 他的末宝为各地报刊杂志所推崇 苍尽有力的提示还遗留在我国各公共和私人建筑 中国好些博物馆和名胜地也有攀寿的真迹 这位性格乐观豁达的文人1986年获颁我国文化奖章 1994年获颁国庆卓越功绩服务勋章 潘老晚年获得的国际奖章还包括法国巴黎大皇宫沙龙金奖章 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章 以及亚西安文化奖 潘老研究中国历代书法名家作品数十年 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 他的行草笔触流畅 宛如行云流水 活力充沛 这位书法界的一代宗师在文学领域也一样有着杰出的成就 潘寿的古诗词风格俊朗潇洒 笔触流畅 流露的人生哲理令人深思不已 法家协会会长陈申贵向本台透露 他们将从攀寿二十三年来的作品中精选出五十幅精品 在五月间展出三个星期 一岸人间的攀寿博士留下一对儿 他相信好像水一样 前浪推后浪 代代 三岸人间的商量 现在星期美圆 是湾目标以降的 广资格训 西国远